大家好,欢迎来到X大案 在2003年SARS病毒席卷全球 那段期间人们都会尽量的待在家里 自我隔离以避免感染 按道理说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下 犯罪率应该会大幅下降 但就在这个特殊时期 香港却发生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双十名案 这案子的离奇之处在于 案发现场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唯一有用的线索 就是死者身下 压着一只43码的球鞋 警方根据这只球鞋 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当时所有人都确信 凶手就是他 然而到了法庭上 事情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名嫌疑人最终被裁定 无罪释放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坚信 他就是凶手 而法庭最终却判他无罪呢 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 排头村 双十案 故事发生在香港沙田的排头村 2003年4月15号的凌晨 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位名叫孙某的男子 他焦急地告诉警方 自己已经有三天没有联系上他的姐姐和姐夫了 由于当时正值SARS病毒流行期 这个时候联系不上亲人 这样他非常担心 所以孙某决定亲自到姐姐 位于排头村的家中查看情况 当他到达姐姐家时发现 屋内的灯光虽然亮着 但无论怎么拍门都没有人回应 而且门窗也都是锁着的 孙某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就立即报了警 警方了解基本情况后 也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迅速与报案人孙某一起赶往了排头村 排头村位于沙田的道风山上 这里虽然环境情犹 但治安却不尽人意 由于过于偏僻 所以经常有小偷出没 为了自保 这里的村民几乎每家都养了三四条狗 孙某的姐姐家也不例外 他们同样也养了几条狗 但警员来到现场时 一条狗也没有看到 事发地点是一栋约70平方的独立大宅 当警员敲门无人应答后 他们决定破门而入 然而大门被撬开的瞬间 一股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 警员们瞬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看 进入屋内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客厅异常的整洁 就像是刚刚进行了大扫厨一样 这反而让警员更加怀疑 因为如此整洁的环境 在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门窗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 那股恶臭究竟从何而来呢 警员沿着走廊逐一检查了每个房间 当他们走到厨房时 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愈发浓烈 警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冰箱 但里边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最终警员确定 这股恶臭就源自冰箱背后的储物房内 当储物房的门被缓缓打开时 里边堆满了杂物 其中一名警员蹲下观察 结果突然大叫 有情况 随即众人开始一点点的搬开杂物 而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两具叠在一起 且血迹斑斑的尸体 也正是报案人的姐姐和姐夫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名死者的信息 男主吴家旺十年五十四岁 出生于杨江市 是一名中学教师 女主孙经文同样五十四岁 出生于潘语 也是一名中学教师 两人从学生时代就认识 1966年 两人高中毕业后 一起考入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 毕业后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 值得一提的是 女主孙经文的家庭背景相当显赫 她的父亲孙国栋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同时也是中文大学 新亚书院文学院前院长 女主的母亲何彬兹 则是一位中学校长 而报案人孙维武 也就是女主孙经文的弟弟 她是一位物理学家 同时也是中文大学 物理系的荣誉教授 一家人可以说是书香门第 在了解完死者和报案人的信息后 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 法医在赶到现场后 先是对两名死者进行了初步检查 结果显示 男主吴家旺身中十刀 而孙经文则身中八刀 两人均因失血过多而死 男主的前臂有明显的防卫伤痕 这表明他曾与凶手进行过激烈的搏斗 从伤口数量和位置来看 凶手极其凶残 要说一两刀便可以致命的 但凶手却连刺数刀 似乎与被害人有着深仇大恨 关于案发时间 法医推断 大约是在4月12号晚上8点 至第二天凌晨2点之间 也就是案件揭发的三天前 随后警方从死者的同事那里了解到 案发当晚 两人与几位大学同学在一家餐馆聚餐 由于孙经文患有红斑狼疮 需要在10点前回家服药 所以他们在9点左右就离开了餐馆 另外报案人孙维吾也补充了一些线索 他说自己曾与12号晚上11点打电话给姐姐 但当时已经无人接听了 基于以上调查 警方将案发时间缩短到了 4月12号晚上9点至11点之间 在确定了案发时间段后 我们再来看看案发现场的情况 警员注意到 整个房子异常的整洁 现场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指纹或DNA证据 这说明凶手在作案后刻意的清理了现场 以掩盖犯罪证据 但问题来了 如果是普通的盗贼 他们通常不会花大量的时间来清理现场的 更不会把死者隐藏起来 一开始警方怀疑 这起案件可能与黑帮寻仇有关 但从死者的背景来看 两位死者是执教多年的中学教师 生活简朴作息规律 与他们来往的大多都是学术界的人士 无论是学生 家属还是邻居 对吴家旺夫妇都是赞不绝口 从这些背景来看 似乎并不像是仇杀 既然不是仇杀 那凶手是不是为了钱财而来呢 警方注意到 两名死者的手机和家中的摄像机不宜而废 但奇怪的是 家中的3260元现金却未被拿走 警察随后通过夫妻两人在美国的儿子那里了解到 两人一直有在家中放现金的习惯 以被遇到匪徒入室盗窃时 交出现金来保命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 凶手似乎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抢劫 而是另有所图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证据 那就是当警员移开女主孙金文的尸体时 发现他身下压着一只43码的男士球鞋 这只鞋显然并不属于两名死者 那有没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呢 这个线索让警方们十分困惑 因为凶手已经仔细地清理过现场 并将尸体隐藏了起来 按理说不太可能会犯下如此大的疏固 将一只有明显标识性的球鞋 遗留在案发现场 因此警方推测 这也许是凶手故意留下的烟雾弹 以误导警方或嫁祸他人 此外 现场的门窗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极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在进一步调查后得知 原来死者家中长期聘用了一名 菲律宾男佣 而这名男佣平时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间室屋里 当警方搜查这间室屋时 在里边发现了男主吴家旺的钱包和记事本 但钱包里的钱已经不一而非了 作为男主家的工人 自然拥有房主家的大门钥匙 加上在他的住所中又发现了这些物品 使得这名男佣立即成为了本案的主要嫌疑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名男佣的基本信息 男佣名叫马纳里里 十年四十岁 菲律宾籍 吴家旺夫妇是在1999年雇佣了她 她的主要任务是在家中照顾六只狗和打理花园 另外还兼职家中的安保工作 由于同住义务言下 这对女主孙经文来说颇为不便 因此夫妻俩宁愿每月多掏五百块钱 在附近另租宿舍让马纳里里独自居住 吴家旺夫妇对她相当不保 每月给她四千元薪水 再加一千元膳食津贴 这个待遇在当时是高于市场价位的 一开始马纳里里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与家族的关系也很和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吴家旺夫妇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马纳里里在香港是有一位妻子的 名叫约瑟芬 两人育有三名子女 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平时彼此之间也非常疏远冷漠 她除了有家世以外 在香港和菲律宾都有女友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带同乡的女子到时务过夜 虽然夫妻两人知道她的私生活混乱 但最开始并没有干涉 毕竟这是她的个人问题 另外马纳里里还经常向吴家旺夫妇借钱 每次金额都上万元 而夫妻两人每次也都会借给她 随后再从薪水中扣除 然而他们后来发现 原来马纳里里沉迷于赌博 债台高筑 于是两人决定不再借钱给她 同时他们也通知周边的邻居 不要借钱给她 不过真正令吴家旺夫妇彻底改变 对马纳里里态度的 是接下来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2002年12月7号 那天吴家旺夫妇发现 马纳里里在她住的食屋中无故晕倒 全身伤痕累累 他们立即报警并将她送往了医院 当被问及原因时 马纳里里声称 她并不知道是谁打伤了自己 而夫妻俩则怀疑 这可能是因为她欠债 遭到他人追债所致 尽管屡次借钱的事情 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 但在马纳里里住院期间 他们依然尽心地照顾她 不过从那之后 两人对男佣的行为变得越来越警惕 因为实在不知道 她哪天又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2003年3月份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个月 同村的一对夫妇向吴家旺夫妇投诉 称马纳里里让他们雇佣的菲律宾女佣怀孕了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吴家旺夫妇 他们对马纳里里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 从那之后 吴家旺夫妇一切起居饮食都自行照料 只需马纳里里负责园艺和看口等简单工作 原本双方签订的合约是在2004年2月份到期 但经过这次事件后 夫妻俩决定提前解约 不过他们并没有立即解雇马纳里里 而是提前一个月通知她 下个月将终止合同 在被告知这个消息后 马纳里里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 最后的这一个月里 吴家旺夫干脆不再让他接触家中的任何事物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两名死者之外 唯一拥有案发单位钥匙的人 正是这位男佣 马纳里里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警方认为 这名男佣非常可疑 他很可能因为即将失去工作和收入 而心生报复 当警方试图联系他协助调查时 却发现他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警员在走访周边邻居时 一位村民透露 在4月13号早上 也就是案发的第二天 他看见马纳里里带着行李 匆匆离开时务 进一步调查显示 他在当天一大早 就去了中环一家旅行社买机票 并于当天下午6点 搭乘飞机 返回了菲律宾 这一举动确实让人很难不怀疑他 那么这名男佣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 在确定马纳里里为嫌疑人后 香港警方立即通过国际刑警发布通缉令 展开了跨国追捕 同时死者的家属和警方 共同悬赏40万元 以鼓励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在调查过程中 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位 目击马纳里里离开的村民外 警方还找到了另外两名关键证人 第一位证人是马纳里里的朋友罗伯 当时罗伯也在排头村附近打工 他告诉警方 在案发当晚11点左右 马纳里里突然来到他家 说自己失眠 希望能够借宿一宿 不过在第二天凌晨4-5点 马纳里里便匆忙离开了 罗伯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以为这一行为很是异常 此外对于那只男士球鞋 罗伯认出 这一款式的球鞋 与马纳里里长串的球鞋 一模一样 他还说经常看到马纳里里 穿着双鞋 罗伯还提到 马纳里里曾对他说过 女雇主孙经文很严厉 对他的工作表示不满意 第二位关键证人 是马纳里里在香港的妻子约瑟芬 警方先后对他录了三次口供 他向警方透露 在丈夫离开香港回菲律宾之前 曾打电话给他 并承认自己杀了雇主 还告诉他 自己接下来要尽快逃走 此外他还盯住妻子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家庭地址 根据这些供词 警方进一步确认了 马纳里里的嫌疑身份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追捕行动 2004年12月13号 菲律宾跨国犯罪侦办中心 终于在北部的一个小镇 成功逮捕了马纳里里 然而这些案件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 由于香港警方缺乏直接的科学证据 例如指纹还有DNA 仅凭被告有欠债 有房屋钥匙 现场环境 以及嫌疑人妻子的口供等间接证据 还尚不足以将其引渡回港受审 因此香港警方需要找到更为有利的新证据 才能引渡嫌疑人 就这样一晃六年过去了 在这期间 马纳里里一直被关押在菲律宾拘留中心 而香港警方则不断努力 寻找更多有利的证据 最终在2010年6月11号 马纳里里在经历了漫长的关押后 终于同意接受引渡程序返回香港受审 其原因是 不愿意再继续被无限期拘留 然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 当他回到香港之后 这桩案件竟然出现了 不可思议的大反转 2011年5月17号 本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被告马纳里里面临两项谋杀罪名的指控 不过他却否认了谋杀罪名 在法庭上控方指出 马纳里里因欠下财务公司4万元的债务 加上被吴家旺夫妇提前解约 所以计划谋财害命 控方律师强调 马纳里里在案发后立即离港的行为极其可疑 而最关键的是 被告的妻子约瑟芬也有出庭作证 称马纳里里曾向他承认 自己犯下了杀人罪行 然而辩方律师也不甘示弱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驳意见 首先他们质疑警方 未能在现场找到任何可靠的科学见证证据 比如指纹或DNA 所以无法将那只在现场找到的球鞋 与被告联系起来 辩方表示 仅凭目击者说 这只鞋和被告常穿的款式相似 是无法确定这就是被告的鞋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为什么只发现了一只球鞋 而不是一双呢 其次辩方律师认为 马纳里里持有案发单位的钥匙 并不能证明什么 因为作为工人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辩方还特别强调了 马纳里里与死者的关系良好 并举例说 在案发前一年 马纳里里在家中晕倒时 是吴家旺夫妇及时报警救助的 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 真的如此恶劣的话 这种照顾行为显然无法解释 更具争议性的是 关于被告妻子的约瑟芬提供的证词 辩方指出 他与马纳里里虽然名义上是夫妻 但实际上已分居多年 他留在香港 主要就是为了追讨子女的生活费 在这种情况下 被告不大可能会向一位关系疏远 甚至敌对的人 坦白自己如此严重的犯罪事实 更令人怀疑的是 约瑟芬是在第三次口供中 才向警方突然透露 丈夫承认杀人的信息 所以辩方认为 他很可能是为了获取 40万悬赏金而编造的故事 辩方提出质问 如果他确实知道真相 为何不第一时间告诉警方呢 此外对于被告妻子的公司 还有一个细节 其实马纳里里在菲律宾的地址 是公开的信息 被告根本不需要特别盯住妻子 要保密 面对这些强烈的质疑 约瑟芬坚称自己的陈述属实 并不是为了悬赏金而作伪证 他表示 根本不知道有悬赏金这回事 在庭审的最后 马纳里里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他解释称 当年自己急于离开香港 是因为在菲律宾的女友即将生产 他需要回去照顾 并且 他早已向雇主请过假了 他并不是临时起义要回家 一切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 被告表示 虽然女主孙金文对他的工作表现不满意 并提前解除了合约 但他坚称没有因此心生怨恨 马纳里里还表示 对雇主致死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他满意着对自己很好 经过两周的审讯 陪证团在2011年6月中旬退庭商议 在商议前 法官提醒陪证团 他们必须在毫无疑点的情况下 做出裁决 不能因为同情死者而影响判断 他特别强调 被告妻子口供的可信度 是判决关键 如果认为他的证词可信 那就可以判定被告有罪 但如果存在疑点 则应将利益归于被告 疑罪从无 最终由五名女性和两名男性组成的陪证团 一致裁定 被告马纳里里两项谋杀罪名 不成立 当庭释放 听到这个判决后 马纳里里难掩兴奋之情 在犯人栏上大喊yes 并逐一向陪证员点头指谢 然而对于死者家属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听到判决后 他们脸色凝重 双眼通红 尤其是死者的姐姐更是呼天强地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这一判决结果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不少人对陪证团的裁决感到意外 甚至深感不愤 他们认为法律中的一罪从无原则 有时候会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当然 也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认为宁可放走罪人 也不能错判无辜 正是这种宁众无往的原则 使得马纳里里躲过了一劫 这些案件也从此成了一桩悬案 死者家属至今无能得到公正的裁决 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中 陪证团的地位可以说是与法官相当 在法庭上 法官负责解释和指导法律的应用 但不能干涉陪证团对事实问题上的判断 如果陪证团裁定被告无罪 那么这个结果是最终且不可改变的 此外当陪证员退庭进行商议时 其过程完全保密且封闭 包括律师和法官在内的任何外界人士 都无法过问或干涉 那么假如你是这起案件中的一名陪审员 你将做出怎样的投票呢 你认为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投票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